在年輕20出頭的時候 曾經不知道對方已婚 結果交了一個女朋友 後來他的先生提告 叫做妨害家庭 以現在的司法觀點 應該叫做通奸罪 應該是無罪論 苗栗縣長參選人周東景 先前開記者會自曝黑歷史 因為對方人多 我就順便吧台拿了一個西瓜刀 劃破了肚皮 當然嚴不嚴重很嚴重 所以逢了十幾生 可是好在是輕傷 中東景坦承自己年輕時曾犯過錯 沒想到當時這段話被選民曲解 在社群軟體上抹黑指控 群組中有網友說 中東景殺人通奸 不只騙到底還要騙到贏 苗栗縣警搞錢最要緊 就是這番話讓中東景不忍了 不但涉及人身攻擊甚至是毀謗 意圖使人不當選的刑責 這段期間競選總部 都已經違請律師收集證據 中東景團隊說 針對這些不實訊息 已經向警方報案 尤其內容涉及使人不當選 網路公開社群中發言留言 其內容涉及毀謹 還有妨礙名譽 警方說其中一人依法寒送 另外一人因為旅居海外 有私底下向中東景道歉 坦承自己是接受錯誤資訊 向議長致歉 中東景投入參選後 被國民黨開除黨籍 27號他在臉書PO文 說最看不起大街罵人 小巷道歉 強調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的言論負責 面對不實指控跟抹黑 會毫不猶豫 採取法律途徑 維護尊嚴 TVBS新聞謝國金陳出賢徐祥 苗立場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